她是游鸣鸣,26歲 看名字,看樣子,認不出是誰吧? 她是一二年落選港姐 現在去了奇妙電視做主播 不過我們早前見到她排期結婚 打算趕快打去恭喜她 怎知她很緊張 說是瞞著家人入籍,還很快收線 第二天我們再找她 原來是她家人反對她太早結婚 又希望她男朋友事業穩定些 所以決定延遲簽紙 游鸣鸣跟男友拍拖很低調 IG一張拍拖照都沒有 她說男友是台灣人 已經拍拖四年了 早派一起去日本旅行 男友向她求婚,她就答應了 其實跟她同屆的港姐冠軍張明 已經做了媽媽 黃森永和朱千樹都明花有主 在這裡祝她 快點完成人生大事吧